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状态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而这次陈英俊是终于利用自己的速度上的优势 突破得分 Boss球员去下顺 这球则是吹罚了进攻段的犯规 博尔这球险些运丢 球在转移到左侧之后 这球二加一打成 漂亮 换上了贾明如之后呢 这是第一次的出手 这球有难度 陈英俊刚刚有些年球 但是这一次还是之后没有能够拿到机会 不过这一次转过来有一个空位三分的机会 陈英俊 很高的高度 掩护之后陈英俊看看这边 左手上篮得手 现在又是被对手给领先了 这一次篮板又是出现了失误 比赛一回来之后 现在双方的节奏打得还是很快 自己的突破打成陈英俊 篮板拿到之后看看这一次又是推反击的机会 这球是吹了阻挡犯规 也是一个单档的掩护 过来之后再次奔斗内线 郭凯伦是领防陈英俊 好球 还是要内线上来掩护 正准掩护之后陈英俊拿球 扑进来之后的跳投 冰重 西尔利江 自己的突破 张篮得手 投进 还给广州队留下了0.8秒的时间 又是老将西尔利江 最后时刻 展现了老将的作用 这球西尔利江打得非常的坚决 过难之倒今天也是 在现场也是鼓励着自己的球员们 这个赛孟伦来发球 这球是直接给内线吗 好球看看 哎呀 这下还是被控制住了 这样的话南京同袭中攻 111比110拿到了本赛季的第二场胜利 这样的话战绩是来到了两胜五拓 而这场比赛输掉之后 帮你 是 不是 我 不是 谢谢大家